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各位明景 今天使命必達之 到你家開箱 PART 2 今天要去 送一台 一個非常低調的 一個廚師的服飾品牌 Chef Works 是不是? Chef Works Chef Works 美國品牌 一個非常低調 一具不願意露臉的老闆 他有一台Monkey在這裡改了他一個 專屬他Chef Works的版本 好 那我們等一下順便去他的店裡 介紹一下他的產品 跟他那台車 就是這了 美國Chef Works的餐飲服飾品牌 老闆非常低調 吳老闆堅持不露臉 叫我自己介紹就好了 我們說他有介紹美國的那個 Chef Works還有一個法國品牌 請問怎麼唸 Bagard 好不好 自己喜歡有關於廚師餐飲的 可以來自己逛逛 來他的營業時間 台狀還有一家分店 自己Google一下 OK 來我們開始介紹今天的主題 好不好 那個 這台現在先拉遠一點 你看 整台是趴趴復古造型 短臂震氣 我們再細部介紹 來 雷Modo 3D短子晶 再來可調拉桿 GTR的可調拉桿 再來這個靜坐螺絲 端子晶一定要搭配的 我要特別介紹一下 我不知道這裡有沒有看到 有個洞 這裡跟這裡都有個洞 記得這個是用一個六角 比較硬的一個螺絲工具 插進去去轉它 很多人問是用夾的還是什麼特工 其實不是 他的設計方式是用這種六角插進去 去轉緊 放鬆 好不好 再順便借這個機會介紹一下 還有再來這個整合開關 按上去四顆一起亮 這是本田原廠料件 不是對岸貨 再來油線整線器 再來手把橫桿 再來機車小U 再來換下面 這個 那個我們家開發的CNC 方向燈轉接座 你要改小的話 一定要用這個轉接座 不然裡面洞太大 再加這個高亮度的 復古型 橘色燈殼的LED 真的 非常亮 看一下 橘色 剛到貨的啦 再來就是大燈 透明護蓋 快拆 有其他顏色 再來 重點來了 你注意看 整台車原本它的電鍍影 全部改成真空電鍍黑 亮一點的話 你感覺有點像古銅色 比較暗的情況下 感覺它是黑色 非常有質感 整個復古的 非常有加分 再來就暴力猴 喇叭蓋 搭配我們家的 NEMODO的原廠土竹 降板套件 再來就RB的短B陣 再來這也是重點喔 這台最主要的靈魂就在這一顆 你看 全手工拉髮絲 粉體 精油 強度會比較好 比較耐磨 耐高溫 也比較好傷辣 不是液態的 這是粉體烤漆加手工 拉了一個HONDA MONKEY的圖案 這也是老闆想很久的 他想說簡單 有點表達他這台車是什麼品牌 再來這一個 有沒有看到 這原本是電鍍影的 改成電鍍黑 整個質感都不一樣 再來 這個忘記介紹 你看 這個我們家的造型坐墊 非常有質感 直線加零格 再來就 泰銳金 暴力油車台塞 再來就 Over 引擎防討球 這是四處專用 再來這個 特別介紹一下 H2C開發出來的 那個金屬的 他原本也是電鍍銀 我還是拿去真空 把它真空電鍍黑 這個支架都是他專用的 所以這個單架也會比較高一點 這個支架也是這樣 再來就是那個 GTR可調 踏桿 四段可調 往後往上 再往前往下 往前 再來往後 再來就這一個 Deportio的後座腳踏 因為老闆 吳老闆 有時候都要在那小朋友 再來往後 這一個 排氣管 排氣管 對重點 來你注意看這個前段 五穿 這是原廠型 五穿 這個排氣管是有改的 你看原廠是從下落 這是五穿 非常低調的 拉到這裡 聲音變得比較渾厚 加速變得比較好 再來就RB的降板避震 全可調 壓車可調 回彈可調 預載可調 再來 白格斯的CNC調整器加注車球 再來換後面 這個也是一個蠻復古的精髓 你看 那個LED 迷你尾燈 原本是後架的 老闆說給它拆掉比較利多 再來就是我們家 短排架 有加壓 原廠直上大排燈的 你注意看這個方向燈 這是 短排架 跟原廠 有分兩個版本 一個是沒有方向燈支架 是對於原廠方向燈的 這個版本 是對應給這種 改迷你方向燈 專用的短排架 它有附兩個鎖點 讓你鎖方向燈 記得兩個版本的短排架 再來 我轉個方向 這個應該聽得很小 我還是要講 雷莫多的CNC 後齒盤 搭配RK 黑金鏈條 FICUS 加 這個也是重點之一 你看這個LOGO 是不是跟那個LOGO一模一樣 這個形象廣告的一個看板也好 左側蓋 快拆左側蓋 造型左側蓋 全白鐵 全手工 快拆 示範一下 你看 轉一下 全白鐵喔 整體喔 我們亮產的時候會以黑色為主 你自己看是要去做彩貼彩繪都可以 這個是用貼上去的 非常有質感 是不是跟它有很像 你鏡頭為什麼堅持不來往上提 你看 就這麼簡單 1 2 3 這樣就對了 即將量產 再來就GTR短編柱 編柱 再來這一個OVER 四速專用的引擎防導球 這個下護板 我覺得還要再介紹一下 我覺得真的非常非常的好看 好看 好不好 喔 講過了 來 OK 好今天 就介紹介紹到這 喜歡的一樣 訂閱跟美營軍的頻道 還是喜歡服飾品牌的 Chef World 那今天就介紹到這囉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